那競選過程當中 如果要設想可能會出的招攻擊 當然柯文哲這一件 你想想看 如果是郝龍斌講這些話 一定是被打稱中共代理人嘛 但自稱莫綠的柯文哲 感覺既然兩岸一家親 殺傷力就還OK 就沒有那麼嚴重 而且即便是到時候跟綠的之間 沒有什麼合作空間 綠的用這種方式來攻擊柯文哲 說你是對岸的代理人喔 好像對他來講 也不會有殺傷力嗎 因為他這麼會算 他應該是算過以後才講這個話的 應該是如此 就是說這是台灣政壇的一個 特別的一個狀況 越是就是說 你原來是比較綠的背景 如果你貼近大陸的話 大家覺得說 你不會有這個出賣的一個狀況 而且是占了大陸便宜 那第二個就是說 柯文哲到目前為止 他其實就像剛剛董事長講的 他講的只是一種情感上的表達 他不是一種政治的一個定位 因為九二共識是涉及到 政治的一個定位 就是兩岸關係 他到底是一國 還是兩國的一個問題 兩岸加親 他其實只是一種文化上的一個來往 不代表是什麼樣的一種狀況嘛 那麼同時就是說 其實我也同意 就是剛剛大家所講的 對柯文哲來講的話 那他之前 其實就是說我認為就是大家對他評論 他沒有什麼中心思想啦 他事實上來講是本來就是一個 猶豫在這個兩黨之間 他要保持他的一個方式嘛 所以他之前為了在選前 他可以講說他那時講錯話 那麼確實一個策略性的狀況 那既然就是說 這一個這一次綠的為什麼要提名就是說 他畢竟他過去講了這些話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所以說深綠的話 已經不買他的一個帳 因此才會有姚文智 這樣的一個出現 那我想就是說在2020年的這個選舉 民進黨不可能不推人出來嘛 那蔡英文我覺得就是說 他的一個競選能力不會比姚文智差嘛 至少他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2020年 假設要選舉一定是這個綠白藍 這三方在台北市的重新的一個縮影 那既然就是說深綠的就是對柯文哲是厭惡的話 那柯文哲他根本已經不需要這塊選票 他不要那一塊 不要選票 他實際上只要就是說 進裸紅也沒差 也沒差 就是說他基本上就是說 但是他也不會過度的表態 我相信他還是走他 目前這樣的一個方式 董事長在那個現場 我們看 當時那個雙方在互贈禮品的時候 你也在嘛 那你晚上我不在 那你晚上不在 我跑去錄影去 好你在大會 來你才是大會 好那這個晚上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互贈的東西是什麼 周波送給柯文哲的是一幅字畫 來千江有水千江月 萬里無雲萬里天 有人說比喻的是兩岸之間 就是一片晴朗 星系兩岸 那柯P回敬的是 回收玻璃所製成的一個禁瓶 有人說這個 音有點像習近平的禁瓶 那也有人說 他就送一個回收的東西 你怎麼看 這個送禮物在所有的場合當中 也是一個學問 我覺得這個大陸的學問 比較會比較深一點 那柯文哲不見得 柯文哲本身他也是個土包子 我還記得他以前送給那個 國外的貴賓一個什麼 那個鐘錶 他說破頭奈鐵是不是 英國人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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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頭奈鐵 對 所以柯文哲送 研究柯文哲送別人東西 這個價值不大 但去研究 這個大陸朋友送來的東西 比較有意義一點 因為 你不要忘記 前兩天是這個改革開放 中共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的大會 這時候習近平對兩岸部分 他有做一個相當的 有不一樣的發言 他說他有 有牢牢把握住對兩岸關係的主導權跟主動權 這個是從來過去沒有的講法 這一次在重要的會議上面 發表的重要的談話 那這個主動權跟主導權 這個是代表他非常有自信 為什麼在這時候講這個話 因為最重要的大背景是中美關係 現在進入緊張惡化當中 那中美關係在越來越緊張的情況之下 台灣牌必然是 美國人會打一張牌 所以他要表示說他的強勢主導權跟主動權 這個是硬的一面 軟的一面 這個時候其實兩岸雙城論壇辦的時機 是非常好的時間點 因為讓兩岸之間緊張的關係 得到一個緩解的功能 所以大家感覺起來這個氛圍是好的一個氛圍